立法院表決反年改議案前一刻 民進黨立委直擊 民眾黨巴西立委在角落開會 國民黨團總召傅崑奇疑似在旁盯場 接著就靠上去一起討論 投票結果民眾黨全數棄權 等於變相幫了國民黨一把 讓反年改提案復委 國民黨繼續要遂行反年改的老路 包括黃國參議員 包括柯文哲過去 其實應該都是支持年金改革的 但這一次居然在這個投票行為上面 不敢做出表態 2018年7月年金改革後 退休公教人員年金所得替代率 將連續10年每年減少1.5% 今年已經是實施的第6年 賴世保等國民黨立委卻提案 今年開始不再適用 等於停侃年金改革改一半 綠營立委質疑 黃國昌過去大力支持年金改革 柯文哲也說過不改不行 如今卻保送國民黨提案自打嘴巴 昨天那件事情就覺得很荒謬 這個年金改革的問題 是藍綠兩黨20幾年累積下來的共業 歷史共業 那你們都不去解決問題 每天再搞表決做這種政治操作 民主進步黨不要表決輸人 然後就在那邊又哭又鬧 怨天怪地 不投給民主進步黨都可以把它詮釋成為 反年金改革 黃國昌強調要根據年改後的社會效應做檢討 但是看看2017年 他還是時代力量立委時是怎麼說的 就有關於優惠存款利息18%的部分 我們認為分成六年才落日 時間太長了 是希望三年當中就可以讓他落日 他是把18%一次歸零 當年2017我在反年改的時候 我恨死黃國昌啦 怎麼有這種人啊 這麼狠啊 黃國昌突然間 我沒看到 我只是路過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軍人出身的余貝成 大呼黃國昌左勢金飛 判若兩人 一場年金改革表決大戰 國民黨靠著民眾黨 裝死護航 並是將反改革的案子覆委 民進黨說將加長論述 盡力守住年金改革成果 不讓年改走上回頭路 明視新聞最後報導